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日前舉辦 加拿大香港政策論壇 邀請香港前立法會議員劉慧欽 以及多維大學教授 探討香港反送中運動最新形勢 以及加拿大政府應該如何制定有關香港的政策 11月27日的論壇上 香港前立法議員劉慧欽表示 區議會選舉是港人對林鄭政府的抗議投票 港人的抗爭遠未結束 馬克學院副教授Linette Ong認為 自721元朗無差別襲擊後 港人處於道德制高點 也是這場運動的轉折點 多大政治學教授Victor Fackenheim認為 中共一直打壓人民 也不會允許港府做出讓步 以平息事態 前加拿大中文電臺主持人邱偉恆介紹 中共如何透過大外宣等滲透加拿大 對於反送中報導 一些親共媒體都小心翼翼 生怕得罪中共 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已經生效 與會員人士希望 加拿大也能制定有關政策 香港民政副召集人程浩環表示 各國人民的支持 將支撑港人與暴政抗爭到底 論壇由前加國駐華大使 David Maroney主持 新談指教珠峰 加拿大多倫多報導 評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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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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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